医院里,铁明哭得声泪俱下,他求医生救救他的女儿,但是对方只告诉他,尽快凑齐手术费,他女儿远远先天心脏缺陷,当初他的妻子也因治病去世,所以一想到这里,铁明就在车里哭得伤心欲绝,铁明也没有犹豫,立刻四处去借钱,可他只是个普通的货车司机,本就要省吃俭用才能养家,如今面对天价手术费,他却借了高利贷,但是依旧是杯水车薪, 无奈之家,他去求助金胖,而金胖也不是什么豪鸟,不仅没有寄钱给他,还出了个馊主意叫他去赌一把,在想不到别的办法后,两人一起去了个赌局,起初他们赢了不少钱,但是最后一把的时候,铁明想搏一搏单车扁摩托,结果不但没有赢钱,还把自己的货车也输了,然而在仓库里,铁明发现金胖和对方喘腾,一起来骗自己的闲灾,看到金胖连女儿的救命钱都坑,他立刻想冲上去, 教训对方,俩然一番追逐之下,闯进了一个KTV包星,碰巧看到了黑帮老大光头哥杀人,光头哥一看有外人闯进来,就打算把两人也杀了灭狗,但金胖及时出面解释,说铁明是个好父亲,到这儿来只想为女儿筹钱治病,没想到光头哥也是性情中人,他十分欣赏铁明,于是把卡车和毒本都还给了他, 但是他要求铁明帮他做件事,那就是处理掉包厢里的尸体,并且承诺事成之后,还会给他一大笔酬劳,当做他女儿的医药费,铁明别无选择,只能任由对方把尸体装上车,一辈子本分的他,起初还有所犹豫,但是一想到女儿还等着钱救命,他也顾不到那么多,直接开车上了路,路上他碰到了交警执行,于是他第一间下车,看看尸体有没有暴露, 果真尸体的血流了遗地,为了不被发现,他立马掉转车头,找了个地方想清洗血迹,好在老天帮他下了一场大雨,冲走了车上的血迹,冷静下来后,铁明想起之前老人告诉他,最近许多人跳河自杀,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,这下他立刻有了目的地,开着车就准备去河边抛尸,但是还没有开出去多远,新状况又出现了,他在路边看到了一个车祸现场,于是他立刻下去查看, 里面死的竟然全是警察,他本想报警,但是一向车上还有几具尸体,就打消了这个念头,因为一旦被发现,不管是警察还是光头哥,都不会轻易地放过他,而且光头哥可是知道,他女儿是在哪个医院的,所以铁明立马离开了现场,可还没有行驶多远,他又撞了人,而且更要命的是,对方是个警察,警察带着伤爬上他的车,并且告诉他自己是负责押运,杀人狂魔英浩的警察, 由于途中,犯人激烈反抗,导致车辆失势,犯人趁机逃走了,然而铁明并不关心逃走的犯人,他最担心的是车辆的尸体,不要被对方给发现了,铁明看到对方身上有伤,所以提出送对方去医院,一次来甩掉这个警察,可警察说,犯人肯定是去找自己母亲了,所以要铁明先来带着他去抓犯人,铁明虽然不愿意,但也不好拒绝,所以只好带着对方一起上路, 路过加入站的时候,铁明下车上厕所,在厕所里的告示上,他发现坐在自己车里的人正是杀人狂魔英浩,原来此人杀掉了押送的警察,然后穿上警服逃了出来,铁明本思索了一份,撕下了墙上的告示,之后他假装去买东西,付钱的时候递过告示,按时收银小哥帮他报警,可那人没懂他的意思,于是他偷拿了一个螺丝刀,然后回到了车上, 就这样两人又上了路,然而英浩也不傻,他发现了墙上没撕完的告示,知道身份暴露之后,他也不再演戏了,用刀威胁铁明配合自己,转眼两人来到了一个检查店,英浩的毯子盖住了上半身,想要依死蒙混过关,好在警察检查后降的时候,只摸到了原本吃上的杂物,但警察不依不饶,要确认一旁英浩的真分,但突然另外一辆火车强行冲过了检查店,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力, 田民也趁此开车留置大击,非道理,英浩又拿刀威胁田民,面对威胁,田民把车一停,说自己也是杀人犯,车后面装的就是尸体,希望以此能够吓住对方,之后两人别下车去查看,可就在这时,先天的警察骑着摩托车追了上来,他看见尸体后,立刻掏枪想抓捕田民,但慌乱中手铐掉在了地上,然而警察分神的一瞬间,英浩从后面将人抹了脖子, 看到对方如此残忍,田民知道自己不是对手,所以决定老老实实帮对方逃走,两人离开隧道后,警察也很快赶到了,负责案件的黄警官凭借多年的经验,立刻就判断出这是英浩干的,所以立刻带人沿途搜捕,另一边,田民载着英浩去看他母亲,在一段颠簸的小路上,一具尸体掉下了车,然而就在他下车处理时,他发现一个叫阿新的女子还没死,但是为了保护对方,他叫阿新, 阿新再忍耐一会儿,因为危险还没有过去,阿新刚死里逃生也十分配合,继续装死躺在后面,然而两人到达目的地后,英浩发现装死的阿新,于是他便想杀人灭口,为了救下阿新,田民谎称阿新死了,自己就拿不到女儿的医药费了,英浩信以为真,暂时留了阿新一命,另一边,黄警官也查到了线索,他翻看英浩的受审记录,发现英浩母亲改嫁的是情深科医生, 他原本答应出庭作证,想以精神疾病帮助儿子减刑,但是最后他良心发现,并没有这样做,黄警官顿时去明白,英浩肯定是去杀害自己的母亲报仇,所以立刻火速赶去救援,但是已经为时已晚,当朴女士回到家时,她的丈夫已经重伤到底,客厅里还有两个被绑住的陌生人,这是英浩从角落里走了出来,他质问母亲为啥抛弃自己,看到对方面如凶相, 朴女士也指责好话拖延时间,突然地上的铁明挣脱了,她用螺丝刀挟持了朴女士,和英浩根本就不是这一套,因为本来就打算杀掉自己的母亲,就在双方僵持之时,朴女士的丈夫捡起了刀,刺伤了英浩,铁明看到机会也冲了过去,和英浩扭打在了一起,过程中两人摔出了房间外,铁明插下了对方的眼睛后,运用花盆砸运了对方, 这下众人才得以偷偷,朴女士急忙开车从丈夫去医院,而铁明则带着阿新去到河边抛尸,可醒来的英浩也跟了过来,他先是从后面捅死了阿新,然后又跟铁明打了下来,两人从岸边打到了河里,在水下,英浩捅伤了铁明,从而占据了伤风,就在铁明要被淹死的时候,黄警官感到击杀了英浩,之后警察顺利成章地以为,是英浩杀了车上的人, 然后挟持了铁明,跑过牢狱之灾的铁明,还拿到了卓纳英浩的赏金,这样一来手术费也凑齐了,在影片的最后,铁明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,也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,影片的主人公铁明是个老实本分的火车司机,由于妻子的过早离世,她视自己的女儿为掌上明珠,虽然日子并不欢愉,但也尽力满足女儿的愿望,胆小懦弱的铁明在危难之中,也是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, 为了爱女闯赌局陨尸体,路上制斗警察暴打杀人魔,这一系列的英勇行径,不得不让人感叹父爱的伟大,人世间生者忽住,越是危难时刻又要站住了,团结一致勇敢面对,若是铁明一直懦弱忍让,那么他最终也难逃毒手,铁明的挺身而出,同时也证明了底层的人民,在危难时刻顽强不取的精神